Hello,我是Chef Mei Chao 我是Little Bao的創辦人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潮州inspired的麥魚脆脆 本身我很喜歡混合美式概念和中式的元素進入一些菜式 今天這個麥魚脆脆我們特意篩選了一個潮州的紫菜 新鮮麥魚畫就不要自己打 自己在街市裡賣就算 然後有一些馬蹄 很簡單的 recipe 但炸出來是很香口和很好吃的 這道菜其實我們餐廳都有一個版本 本身西式人很喜歡送啤酒、送飲品 想吃一些香口的東西 我就很想用一些香港有特色的元素 其實潮州很喜歡炸的棗 潮州炸棗多數會蘸一些白醋、潮州的酸汁 多數加了蒜頭、辣椒 所以一會兒做汁的時候 我們可以走西式也可以 然後我們可以走中式也可以 如果中式的話就像我剛才說的那些潮州醋汁 如果西式的話 我們就做一個沙律醬 base的一些汁醬 先拌好麥魚畫 那我首先讓我撕下馬蹄 那馬蹄你見到我已經撕了幾顆 那馬蹄你見到我已經撕了幾顆 那我們也不需要很多 因為我們今天份量很小 那你見到我就會切馬蹄了 那馬蹄我們要切粒 那我就豬有口感 切一些粒粒 那這個馬蹄切了 那現在很簡單的 這個就是麥魚畫 放進去 然後 然後 少少鹽 一翻筋 翻筋 要面倒轉 直接搓 quindi 會淡 调圓 日式尤其中 我喜歡新鮮 Philadelphia 也不需要像 魚蛋般是不是 因為它新要 所以其實 再次搓環模 比較重 現在你看到它很軟 它已經拌好了,其實都很簡單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撕紫菜的時候 我們就放進冰箱裡 讓它實實一點,我們搓的球就比較容易 現在進冰箱了 用它冰冰5至10分鐘左右 這些就是潮州紫菜 潮州紫菜來到的時候,其實已經是這樣的 我們想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撕到它一絲絲 因為待會這個就當作脆脆的位置 你看到這裡已經撕了盆子 我們繼續撕 撕就沒有什麼技術 只是因為它其實也有很多層 如果你太厚,它會炸出來 所以我會盡量,它有三、四層 它會撕散它 而且因為始終紫菜都是在海上千年 可能它裡面有沙、有石 你需要撕完之後 最好用一個篩子隔一隔它 有什麼沙、有什麼塵 讓它先掉走了 開火 這裡你看到我已經有油在裡面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任何油都可以 你喜歡用花生油、粟油、粟米油 我們喜歡用豆油 豆油的炸出來的味道是最乾淨的 所以我們平時在公司是用很多豆油 日本人炸天婦羅都用很多豆油 這個就去到平時正常炸的溫度 就是180度 所以你看到我也有一個溫度計 我先算一下它 我這個烹調的油要多少呢? 就是剛剛蓋到墨魚球 這樣就夠了 搓墨魚瓦我們就不加粉了 所以很重要就是 整理一隻手 讓墨魚瓦不要黏著 你看看自己的口多大 我們就喜歡25至30克左右 就好像一顆墨魚丸 因為我不想 要不就不停洗手 要不就不要不停拿著它 要不就像我們以前做天婦羅 或者很多東西 其實你看到是很輕手 左插右插 我的手指全部都是一個波形 還有我有些技巧 例如我會自己這樣刮起 所以我的手是沒有什麼 我們這些麥魚球已經做好了 如果你們鹽 就是擔心它越熱就越軟 現在如果你擔心你搓不切 或者你怕它很狠狠 其實現在可以放進冰箱 讓它挺起 看到我剛才的紙桌撕了 我就鋪在這裡 這樣這些就 讓它滾了 你看到紫菜自然就自己黏上去 那你怎樣為之 這個又有少許技巧 就是你看到我搓那個波 但為什麼我不會搓得太大力 因為我不想紫菜黏得太緊 你要那些位置伸出來少許 它才會脆 如果全部都壓下去 它就好像 怎麼說 脆口很硬 誰知道它很硬 就是它黏住了 你夠多它黏住 它不會再黏上去 其實已經完成了 好了 現在的油 平時油到180-190度 我現在推到差不多 因為這裡不太多油 我推到200度 因為放這些油 就會降溫 我現在放下去 炸3分鐘 3分鐘 不要動它 先動它 先動它 3分鐘 那怎樣為之熟 你看到它很漂亮 你看到有墨魚滑的位置 就是金黃色 那些紫菜又炸脆了 我們現在幫它隔一隔油 怎麼知道它熟 其實因為它是墨魚滑 要不然你就拿一支針 刷一刷它 在家裡刷完它 看看是否辣手 如果辣手就是熟了 如果冷的或者暖的 就要再炸 扔下去炸是沒問題的 讓它多炸一會 我們看內部溫度 多數是60度 所以你們看到 我已經跳到65度 所以就一定熟 好 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潮州紫菜 麥魚脆脆了 我們配上這個 黑蒜醬 就是自家製的 你們會有這個菜脯 再灑上少許鹽 調一下味 那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今天給大家一些小提示 馬蹄刨完之後 記得放下檸檬水 讓它不要發黑 插完麥魚波 記得放進雪櫃 讓它容易定型 可以容易上紫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 請按下檬